今天大家看到我們的背景 看到我們在維園網球公開賽上 大家也看到我手上有Sony RX10 Mark IV Sony RX10 Mark IV 最主要是有每秒24 幅連拍 這個連拍的規格跟之前推出的 A9 很接近 大家也可以看到連拍打到每次最多10 秒的不法 看到相片一直存在 當然配一張快卡會比較有好處 這次比較驚喜 除了連拍加強了之外 其實它在對焦系統也做到315 點的對焦點 除了對焦密度高了之外 這部機器在操作上亦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次終於加了 Touch Screen 對焦 因為之前的 RX 系列 甚至是 CyberShock 系列都沒有 Touch Screen 對焦 如果有 Touch Screen 對焦 對於捕捉一些影像的位置來說 其實會比較方便很多 今次這部機器在操作上亦做了一些小改良 但我們覺得蠻實用的 首先會加上 AF Control 即是 AF 的 A Mode 這次是自動選擇對焦場景 它是全自動或是適合的 第二件事是比較特別 就是之前的 A E Lock 這個位置 它這次可以設定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相機選擇為連拍 但拍攝時可以按住這個按鈕 再拍攝 按住 A E Lock 按鈕拍攝時 它就只是一個單張拍攝 放手再拍攝時就可以連拍了 這個好處是甚麼呢 即是你可以長期設定了一個 High Speed Mode 而你未開始連拍的動作前 其實你可以按住 A E Lock 去撿一些散縮 變成你可以方便了不需要 每次按鈕都一堆相片在你的相機內 因為無論 A 9 或今次 R A Smart 4 或 最大問題是你很容易拍攝到很多相片 到你回去做後製或選擇相片時就比較麻煩 這次有一個鎖卡給你做一個單鎖 好處是你每次設定了連拍模式時 你按住鎖卡鍵就可以做一些單鎖 無需每次轉模式 這樣才會方便 經過一個簡單的試拍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用過 R S 10 的 Mark 2 和 Mark 3 Mark 4 相比 Mark 3 其實那個改良 雖然看起來好像多了連拍 但是那個連拍都頗有用的 最主要就算不是體育運動 或者是一些生物的特色 其實是比較容易補足 至於整部機的操控來說 我覺得跟 Mark 3 差不多 但是多了很多 shortcut key 其實都比 Mark 3 的操作來說 會方便好多 再次回到我們下一個下一個 一周 我們下一個小步 好幾次 這次回到我們下一個十五分之內 大約有完全相片